看到宋亚轩一句话对沈腾造成年龄暴击 才明白他为什么能成为王牌常主 小宋这一句话扎得腾哥都说不出话来了 不愧是腾门的小师弟 而他不止精准拿捏了师父的痛点 更是连坐姿都和腾哥逐渐变得同步 只能说被综艺之神眷顾的宋亚轩 这张嘴是真的强 在淋雨游戏中因为王牌家族接连打错 站在后面接受惩罚的小宋就被淋了好几次 当小宋被问到感受如何使 他的回答让腾哥都忍不住夸夸了 而宋亚轩这神反应 也是被沈腾的欺负锻炼出来的 当宋亚轩展示绝火水的音时 沈腾的一句话让全场爆笑 某期王牌嘉宾需要捏迷人让队友猜 沈腾等人拿到的就是王牌家族4的字 腾哥为让小宋能猜出来自己都躺上去了 结果宋亚轩的一句话让腾哥忍不住破防了 最后答案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腾哥是那个大头儿子啊 这不是小头爸爸吗 那下期这个看看队伍里面还有其他 很不错的小伙子 宋亚轩一直相信有仇就要当场爆 就像是快问快答缓解 团队要派出接受惩罚的人 被问到同不同意让沈腾和贾玲去后面时 小宋当即就开始举手 属时没想到这个梗还能没开耳朵 虽然腾哥平常喜欢跟小宋开玩笑 可是关键时刻也会出声维护 某期王牌家族要假装闻到臭味骗不对手嘉宾 为了保护真闻到的那个人 小宋的演技显得有些浮夸 而沈腾听到张子怡的吐槽后 立马开玩笑为小宋解围 有时玩游戏这俩还能一唱一和 默契狡辩让主持人都无话可说 线下地点虽然是开玩笑 但也不难看出这两人真的是一个比一个绝 脑子也是一个赛一个的灵活 所以小宋在被问对腾哥的印象时 他的回答惊呆了所有人 尖懒缠滑的腾哥自己都听不下去了 你说说看腾哥给你一种什么样的印象 只能说沈腾和宋亚轩凑在一起 简直贡献了不少王牌名场面 按摩